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和平崛起简直就是一场诡辩论,为什么西方人会对中国人有这样的误解,这和他们历史上所经历的崛起之旅其实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众所周知,西方强国以美英为首,他们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完全顺应了达尔文进化论当中弱肉强食的本质原理,通过不断征战讨伐,从而奠定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并且成为世界的中心。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过渡的时间当中,西方人所拥有的技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同时也让他们的思想更进一步的升级,他们要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要的是能够无限的扩张自己的领土,拥有绝对市场,足以给他们倾销产品,这样他们就能够赚得盆满钵满。 从资本主义的本质上来说,剥削和掠夺才是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目的,同时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财富积累,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诞生至今一直都在剥削人们的主要原因。 他们是通过剥削和战争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成功,因此在他们的固有观念当中,别人的崛起也一定是会通过这样的手段和目的去实现中国的崛起。 无论有没有伤害到西方国家,在他们眼中,中国就是在以一种最润物无声的方式打击到他们的内部,从而将他们的世界霸主地位瓦解。 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对中国抱有巨大的呈见。 那么,除了这样一个理由之外,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会无法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呢? 英美两国无法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单纯的眼红中国的发展吗? 其实并不是。除了他们本身固有思想,以及传统发展的轨迹造成的思想影响之外,对于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民族来说,他们的民族列根性所导致的思想觉悟,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清晰。 英国人的祖先是昂格鲁·萨克逊人,在他们缓慢崛起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只有打倒了海上大国西班牙,以及打倒陆地大国,法国才有资格屹立于世界民族之邻,并且让其他国家全部臣服于, 自己的脚下,让自己的经济体系成为国际的主宰,让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宰。 在资本主义发展萌芽之时,他们就已经有了想要独占世界资源的想法。 这一个民族的本性是凶残的,是暴力的,他们喜欢用战争的方式去掠夺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正因如此,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打败了西班牙,打败法国以及收服周围的小国。 为的就是能够让周围的国家永远臣服于自己的号令,为了能够更好地拓展自己的海外业务,他们不断对亚洲国家进行殖民侵略,以及对南美国家进行奴隶贸易。 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当中,英国和美国成了金字塔顶尖的人,他们利用各种刻薄的手段去压榨那些发展中国家,去压榨那些第三世界的人民,从而得到了自己物质上的富足以及精神上的信仰,从而实现了自己的发展富强。 因此,当中国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自己的繁荣富强时,他们开始坐不住了,于是才有了对于中国的排挤,既然英美等国无法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 那么他们是否会在中国崛起过程当中使绊子呢? 西方国家的红眼病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阴谋论,对于中国并没有通过压榨手段去获得别国尊重,他们认为中国这是在背地里被威胁了。 那些第三世界国家与我们站在同一战线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目前国力已经在逐步攀升,并且有越居全球GDP帮首之势。 正因如此,这些超级大国开始不淡定,用各种各样的言论和脏水去污蔑我们的发展,并且希望其他国家可以和他们一样通仇敌抗,共同抵制中国的发展。 其实除了他们本身的发展根源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来自政治体制的不同。 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产物,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他们无法容忍在自己的地盘之上还有红色旗帜出现,他们希望的是绝对的资本占有绝对的私有制。 而社会主义则提倡的是公有化,以及全民共同富裕的理想世界。 这与资本诞生之初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作为语气观点不一致的人,西方国家会对中国产生排斥,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中国的发展实在是太迅速了,使欧美国家难以料想的发展速度。 如果按照如今的速度发展下去,欧美国家有理由相信,中国在发展之后会将他们吞并,怀揣着这样的被害妄想症,他们自然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不屑一顾。 然而,放逐四海其他国家对于我们的崛起还是非常淡定的一个态度,毕竟,我们的崛起也带动了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们要做的是全球共同富裕,要做的是大家一起走向经济发展的美好未来。 因此,无论西方国家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只要身体力情地去做好每一件事,让更多的人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已经足够了。